内湖区康宁里的歌唱班 在每个星期二的上午是学员们练唱的时间 康宁里郑秀凤里长邀请内湖社大的黄文玉老师前来交唱 今天的社区走透透单元就一起来欣赏 康宁里歌唱班学员们精彩的歌唱表演 早上不到十点的时间 康宁里活动中心就坐满了学员 原来是康宁里最受欢迎的歌唱班即将展开 珍秀凤里长在李明热情的引荐下 邀请到社大的黄文玉老师坐镇康宁里的才艺教室 指导社区民众一起练唱 原本的黄老师他要我来跟他一起 跟同学们一起学习 那就这个机缘 现在黄老师比较忙 所以我就来接他的班 所以我就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学习这样子 我觉得这一班非常可爱非常认真 虽然曲目的多元性很多 可是同学们都非常认真来学习 康宁里歌唱班相当获得李明的欢迎 大家也都相当认真跟着名师学习发声技巧 就连歌谱上也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记号 就晓得这群平均50岁的学员们上起课来有多么的认真 体会到生活因为有了音乐变得更加美好 因为李明呢大家都在这个协议的时间呢都有一些这个娱乐 那当然就是说大家凑在一起话就很高兴 所以我们陆陆续续呢就跟大家凑成一个班 那我们请老师呢来为我们教我们这样比较正式一点 那当然就是大家也穿得很高兴 所以就一直下来了 我们是住这边的祝福 那我们在我们里长的得正之下呢 有这个场地设备让我们很安全啊 而且很快乐的在这边欢唱 然后我们同学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就是唱歌带给我很高的心里很喜悦 让我们更能让社区更和谐 为让李明来到活动中心能够歌唱的尽兴 郑里长编列经费 购置了50寸的大电视 另外音响设备与麦克风也音音俱全 五星级的硬体设备吸引民众来活动中心无限欢唱 如今不但歌异进步了 同时活动中心也成了大家陶冶性情的最佳去处 不少李明也发表感言 谢谢郑里长作为强力的后盾 让李明的退休生活不孤单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导